中科电工防水插台 买它呢完全是好奇 因为这插台之前上过电视 给你们看一下它的宣传视频 它有防泼水的功能 为了更好的拆解给大家看呢 我买回的这支呢是两孔加强版 防水等级 IPX9 功能防泼水防出电 按钮开关 注意试想 本产品禁止浸泡在水中使用 产品表面有积水时禁止插拔插头 非专业人士请勿擅自拆开外壳 防水浸 不防守剑 本插座必须使用国标正位插头 请勿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金属物体插入插口内 产品保证卡 膨胀三 螺丝钉 壁挂的座 这么安的 接下来看插台 三项插头 10安 250V 2500瓦 防泼水 防出电 它的开关比较柔 中科电工 二维码 通电试一下 通电红灯 两项插头 插起来非常的硬 插上之后 红灯点亮代表工作了 它的插口里面 有一个黑色的拨片 应该是儿童保护门 我记得在其他的网站上看过它的宣传 网里面插金属物品呢 没事 因为我家有漏电保护器啊 我插一下试试 好 没有问题啊 正面插不进去啊 接下来咱们拆解啊 螺丝上面有防水的胶垫 它的内脏 好 它的后盖啊 然后后盖的周边呢 有一圈的胶垫 这也是为了防水啊 它的每组插座里面 有两组除点 自己插自己啊 插入 慢动作 这颗弹簧呢 下压 下方的两个除点呢 闭合 闭合之后 火线就通到这里了 这里是零线 零线 零线 就通到这里了 然后火线 零线就有电了 没我想象的复杂啊 我之前没拆的时候呢 我以为里面是一个微动开关 然后有两个搭计电器 再看一下两项的啊 首先你要知道 这是火线 这组呢 为零线 零线到这里 出点 然后再到这里 出点 然后再给插座 火线 出点 再到这里 出点 再给插座 竟然有四组出点啊 然后我们现在试一下啊 怪不得 这么难插呢 四组出点的 插到这儿了 闭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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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的牛啊 怪不得这么难插 接下来把它们全请出来啊 现在能拆的全拆出来了 首先输入 这里有防水脚垫啊 L火线 棕色 N零线 蓝色 零线进来之后呢 通过这根铜片呢 通到三项和两项的插座里 然后备用 并不接通 看火线 火线通进来之后 给开关 开关也是防水的啊 为什么开关会坐在L火线上呢 因为我们正规家用插座呢 都是左铃 右火 然后给过载保护器 食然过载保护器 然后给铜片 铜像三项和两项备用 这里呢 我焊下来了 开关指示灯 然后这里也有一个插座通电的显示灯 当你插入用电器 这颗灯才会亮 三项的启动呢 需要你插入地线 然后这两个锄点就会接通 就会有电 三项的比较简单啊 我们还是看这个两项的 分析一下两项的防触电和防水功能啊 我们在火线插口上呢 插入敲锯 两个锄点连通 这边两个锄点不动啊 连通之后呢 零线通到这里 但是没有给插座 因为还有一个锄点 火线的插座呢 连通 这根铜片 但是也没有跟铜线连通 所以说它的两项插座呢 插入一项 根本不通电 当零线的插座插入呢 火线接通 通到这里 但是没有给插座 因为这个锄点是断开的 然后零线插座呢 接通了这根 这根铜片 但是呢 这里又不同 所以说 必须当 两个同时插入 四组锄点呢 全部接通 插座才有电 这就是它的防锄电 然后防水 防水是因为它这里呢 有一个胶垫 这个胶垫呢 和这里咬合 水呢 只能进到触点里 但是进不到插台里 然后多余的水呢 可以通过插座的滤水孔呢 也就是这个孔 经过插座的底壳 这个眼 排出去 这里面也有胶垫 这两根弹簧呢 是辅助触点断开的 红黄线呢 是地线 这就是中和电工的 防水防触电插台 我们给人拆这个奏型 给人确认收获吧 接下来呢 按照惯例 给它装回去 设计非常巧妙的一个插台啊 建议大家呢 还是花49元买一个小米插台吧 带USB输出 方便实用 我买它呢 就是为了带大家掌掌见识 点赞关注 我们下期见 拜拜 多插几次 果然松多了 我买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